有Firefox有很多的 那他就跳出來那裡選 你要用哪一個瀏覽器去開這個網址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有同學 手機我操作過應該有印象 這個是第一個 如何到那個網址裡面去 第二個的話地圖部分的話 這個也非常簡單 你要到哪一個座標 一樣他會先告訴他說你的尾度跟精度 一個GO的一個點 這個點到時候 不過他這個地方的話 你必須要查到這個尾度跟精度 我等一下會叫各位怎麼去查 然後呢查到之後他就會叫Google Map 你手機有Google Map 然後你Google Map一叫出來 他就會幫你把你的座標移動到你要指定的點上面去 然後後面也是一樣 前面部分都 那差別的話就是 前面也是這個Action View一樣 那只是說差別跟那個瀏覽器不一樣 就是如果你今天給他的是一個點 他就叫這個Google Map 如果你給他一個網址 他就用瀏覽器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是比較大的差別 再來的話呢打電話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Intent Action Dial 然後呢把後面電話給他 後面的話你就給他一個電話號碼 那這個Dial另外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是Action底線Call的話 是直接撥了 Action底線Dial是先秀出電話碼 你還要按一下那個撥號他才會撥出去 所以Dial只是說把號碼放上去 你們其實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把這個Action底線Dial 把它改回Call 他就直接撥了 他就不會再問了 所以如果你們可以思考 比如說緊急聯絡人的App 比如說這個是你自己可以去制定的嘛 比如照片 然後點下去 當然你要不要秀出號碼 如果不秀出號碼 你按下去就是Action底線Call就好了 他就直接撥給對方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怎麼寄Email信箱 不過前提也是你的手機裡面 有個預設的一個寄Email信箱的軟體 不然的話他也沒辦法 那一樣就是這個地方的參數 叫Action底線Send to 然後把你的Email信箱放進去 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OK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第一個就是程式部分 那請各位一樣開啟一個這個這個範例 這個這個範例的名稱的話呢 請各位取也是應該新建一個 新建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專案名稱 那專案名稱的話呢 我們給他就CH14底線5 底線2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試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好 好